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姐 一姐在美版知乎上看到这样一条来自外国网友的提问 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低估了中国 各国网友都纷纷进行了回答 新加坡网友六成回答道 当你花十分钟时间和一个从未去过中国的美国人相处 你可能会被美国人的认知所震惊 这位来自科技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哈佛耶鲁 普林斯顿大学所在地的公民几乎对中国一无所知 美国对中国做了太多的假设 得出了太多的错误结论 但是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快 以至于他们两年前的预测都已经过时了 变得毫无意义 美国不仅低估了中国 大多数时候他完全误解了中国 香港网友敏言回答道 就像中国低估印度或者印度低估伊朗一样 事实上低估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词 更准确的说法是无知 无知带来低估 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许多中国人的成就是暂时的 因为中国人没有使用他们认为唯一正确的制度 网友安bert Liu回答道 美国一直是内向型的而不是外向型的 我的意思是 美国总是认为自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优越 对所有人都宣称民主自由和公正 但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只要问问美国黑人 美籍西班牙人 美籍华人 美籍日本人 哦别忘了印度安人 他们才是这片大陆真正的主人 他们向世界传播他们所谓的信仰 用武力或骗子的手段 让每个人都接受他们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美国不仅低估了中国 而且也低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 而这些国家现在正在崛起 以实现平等竞争 然而美国还没有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 这两场战争是美国有史以来打得最久的 士兵们都累了 他的退伍军人都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他们的家人也都很绝望 美国网友David G回答道 我认为这与其说是美国低估了中国 还不如说是美国高估了使用军事力量 就能解决一切事情的思维 德国网友Sachin Solner回答道 美国不仅低估了中国 还低估了整个世界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来自于我们的经历 和童年时期形成的偏见 大多数成长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国儿童 至少听过这样一句话 中国有饥饿的孩子不要浪费食物 关于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 在他们的成长时期就已经根深蒂固 将一个富足而繁荣的美国 与一个饥饿贫穷的中国相比较 更加强化了这样一种说法 西方的方式是做事情的最好的和唯一的方式 世界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了变化 中国也是如此 它已经成长为一个远远超出预期的经济大国 但许多美国人仍然低估了它的成就 认为它是多余和暂时的 这只是系统中的一个小故障 一切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这种偏见使得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 无法注意到房间里面的大象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错误的判断眼前事物的规模 在不久的将来情况会有所改变 但这代人会慢慢为迁徙一代人让路 他们只知道中国是什么 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挑战者 永远不会被低估 美国网友汤麦克格尔回答道 中国经常被低估 美国不是唯一一个犯这种错误的国家 许多来自欧洲 亚洲 邻国和其他地方的人都会犯这种错误 英国网友Andra Lowe回答道 我在广州待了三年 从2004年抵达白云旧机场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从新机场离开 我对这些变化感到震惊 无论白天还是晚上 我去哪里都从未感到不安 公共汽车和地铁干净 安全 高效 我在纽约度了几天假 也感到很震惊 很绝望 因为到处都是垃圾 我从来没有一刻觉得晚上在纽约散步是安全的 这是一次令人沮丧的经历 感觉中国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美丽的国家 而美国正在退化成一个19世纪时的中国 美国网友Bob McKinzin回答道 在我看来 中国并不吹嘘自己的成就 他尽可能的做好生意 人们很容易低估那些沉默寡言 专注于自己事情的人 就像我亲爱的爱尔兰的老奶奶常说的那样 交者必败 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伊杰现在有个疑问 那大家觉得我们是否也低估了印度呢 留言评论告诉伊杰哦 记得点赞 关注 收藏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